清明祭祖不少民众都要准备三生 在南投有一间烘焙坊就突发奇想 把三生做成了非常可爱的三生馒头 猪肉 鸡肉跟鱼肉做成的馒头 逼真又可爱 让不少民众看来直呼真的很方便 而业者也强调 这样的创作发想是经过不断的尝试 就是为了让长辈跟年轻人都同时能够接受 三生公平摆上桌 仔细看怎么都这么可爱 一整块猪肉好逼真 鸡肉变成超萌的整只鸡 而鱼肉也是做得微妙微笑 而这Q版三生其实是馒头 剧针真的是还蛮方便的 它做起来还很逼真 那个造型也蛮可爱的 4月5号清明节不少民众都得准备三生当供品 南投这间烘焙坊突发奇想 把面团做成猪肉 鸡肉 鱼肉的Q版模样 变成了萌入破表的三生馒头 包面团上颜色接着捏出特殊形状 还得经过巧手堆叠组合 过程相当费时好工 而且要迎合市场喜好 老板也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尝试 大人看起来觉得它就是像三生 小孩子看到它就觉得说 这个三生看起来很可爱 所以这个拿捏这种就 我尝试了非常多次 也非常多的版本 在地经营50年的烘焙房 做出超级可爱的Q版三生 不只要过长辈那关 还要年轻人都喜欢 也为清明祭祖的传统 增添了不少的新创元素 记得曾入成南投报导